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个 看一下 这是什么水果 菠萝 对了 菠萝 菠萝 大家都记得菠萝 看来很喜欢吃菠萝 老师也挺喜欢吃菠萝 然后再看一下第二个是什么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水果 想一想 对了 这是什么 苹果 苹果 不对 这怎么是苹果呢 这是芒果 对了 这是芒果 芒果 芒果 对吧 老师很喜欢吃芒果 然后 这是什么水果 对了 这个才是苹果 什么 苹果 对吧 然后来 大家跟老师再看一遍 什么 芒果 对了 然后来 大家跟老师再看一遍 什么 然后 然后 菠萝 然后 菠萝 对了 然后 菠萝 大家都喜欢吃水果 有的同学每天都吃水果 那同学们知道 怎么用汉语去市场买水果吗 今天老师就带大家来学一下 怎么用汉语去市场买水果 我们去学课文之前呢 我们去学课文之前呢 要来看一下今天的生词 我们去学课文之前呢 要来看一下今天的生词 我们今天的生词都有什么呢 第一个是 小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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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跟老师读一遍 小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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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他也是小贩 这个人也是小贩 这个人也是小贩 这个人可不可爱 还是小贩 现在大家知道什么是小贩了吧 我们有小贩 就有顾客 第二个词就是顾客 顾客是什么意思 你们猜 对了 我听到人家说是Customer 对了 顾客就是Customer 顾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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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Customer 懂不懂 我现在问大家 这两个人哪一个是小贩 哪一个是顾客 这位同学 对了 这个小同学是顾客 这个大人是小贩 好聪明哦 请坐 然后再看一下 他们俩谁是小贩 谁是顾客 嗯 嗯 对 同学们都说对了 这个是小贩 这个是顾客 嗯 对 就是说穿红衣服的是小贩 穿衣服的是顾客 嗯 现在同学们记住了吧 小贩 顾客 那第三个词是什么呢 第三个词是一种水果 在泰国是经常见到是山竹 山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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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竹呢 嗯 嗯 对了 下一个也是一种水果 下一个词 是什么水果呢 是榴莲 榴莲 哦 对了 我听到有同学已经猜出来了 是不是 对吧 榴莲 榴莲 对了 榴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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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榴莲 榴莲 就是 榴莲 嗯 同学们真的很聪明 同学们喜不想吃榴莲 喜欢 有特别说不喜欢 王老师特别特别喜欢吃榴莲 你们知道吗 在中国榴莲很贵很贵哦 嗯 榴莲 榴莲 嗯 然后 我们再看一下第三个词是什么 第三个词是 是 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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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意思 筋 筋 筋还是 half kg 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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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然后下一个是什么,读语言同意吗,不对,是钱,有读语言读错喽,是钱,钱是什么意思,钱是money,money就是钱,下一个词是什么,是多少钱, 钱,多少钱,就是把多少钱放在一起,那你们猜一猜是什么意思,多少钱,对了,就是try card,或者是how much,how much,来读一遍,多少钱,对了,多少钱, 然后下一个是什么,是快,对,是快,快是什么意思呢,快是unit,是chinese currency的unit,OK,unit,它就相当于我们泰国的but, 对了,tunbut,how much,theunit of chinese currency,很快,嗯,同一面同一面,快,快,嗯,快,然后我们今天学最后一个词人吗,也很重要,尤其是我们在付钱的时候,所以试试能拿一个词, 来,来,一共,一共,一共是一,toto,一共是一,toto,对了,那这些呢,就是我们今天的所有生词,老师再来大家读一点,小贩,小贩,小贩, 顾客,顾客,山竹,榴莲,金,金,多少,多少,钱,钱,多少钱,多少钱,快,快,一共,一共, 那说到中国的钱,同学们知不知道中国的钱是什么样的,有同学见过,有同学没有见过是吧,老师给你们看一下中国的钱,这是中国的一百块钱,一百块,这是五十块钱,五十块钱,然后这个是二十块钱, 二十块钱,对吧,这个呢,对,十块钱,然后这个呢,五块钱,对了,然后还有一块钱,对了,一块钱,同学说问老师有没有钱是吧,老师有钱,有中国的钱,但是现在没有带,明天老师把钱带给大家看一看,一言没定哦, 嗯,然后,什么词我们学完了,那接下来老师来带大家读一下我们今天的课文,嗯,老师给大家读一遍,同学们听着哦,顾客说,请问山竹多少钱一斤,小范说,五块钱一斤,您要几斤, 顾客说,我要两斤,榴莲多少钱一斤,小范说,五块钱一斤,嗯,然后顾客又说,我也要两斤,一共多少钱,小范说,一共四十块钱,嗯,顾客说,给你钱, 小范说,谢谢,谢谢,欢迎下次光临,嗯,那同学们,是不是想知道是什么意思啊,嗯,老师带大家解释一遍,好不好,嗯,顾客说,请问,山竹多少钱一斤,我是,excuse me, how much for 山竹,嗯,然后看小范怎么说,小范说,五块钱一斤,什么意思, 南竹就是,五块钱一斤,就是,哈佛 kil 哦,五块钱,对吧,嗯,然后,您要几斤,就是how much do you want,然后顾客说,我要两斤,那一斤是,哈佛 kil 哦,那两斤就是,同学们,嗯,真的很聪明,就是,one kilo,我要两斤就是,I want to one kilo,然后,榴莲多少钱一斤,五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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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一斤,就是,half kilo,五块钱,对吧,然后您要几斤,就是how much do you want,然后,国客说,我要两斤,我要两斤,那一斤是,一斤是,half kilo,那两斤就是,一斤是,那两斤就是,同学们 多少钱用机?什么意思? 嗯,同学说到对 就是how much for do they? 然后小贩怎么回答 小贩是多少钱? 15块钱一斤 就是15块钱 half kilo 然后看看顾客又说人吧 也要两斤 I also want one kilo 然后顾客又问 一共多少钱? how much in toto? 然后小贩说一共四十块钱 就是toto in toto 40块钱 懂吗? 然后顾客说给你钱 就是here ya give you the money 嗯,小贩说 谢谢 thank you 欢迎下次光临 就是welcome you come again 嗯,对吧 然后课文 老师也在他家读完了 那么今天的知识点 是什么呢? 今天的知识点很重要 是如何问价钱 如果你们去买东西 去中国买东西 怎么问价钱呢? 我们用这样的一个公式 它是 就是 用你要买的东西 你要买的东西 三个性 加上我们之前学到 多少钱 多少钱 然后再加上 一个 一 然后再加上一个 量子 之前我们 学过一些量子 但是量子有很多 我们慢慢学 那样子 比如说 这是什么 同学们 这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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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 这是书 那one book怎么说 对,一本书 那 how much one book呢 怎么说 对了 一 多少钱 不是 书 多少钱 多少钱 一本 对吧 对吧 书 多少钱 一本 嗯 然后 老师再跟同学看一下 这是什么 看到吗 听到这些吗 嗯 看到吗 嗯 这是书包 对了 书包 那one scoop bag 怎么说 一个 书包 那how much one scoop bag 呢 是 书包 对了 书 包 书 包 多少钱 一个 嗯 同学们真的很聪明哦 那 教授的一个strap 一个公式 大家记得了吗 以后去中国买东西就有这样的价格 哇 今天我们的知识点也学好了 课文 学好了 接下来呢 老师想同学们多多的练习 两个同学一组 一个人去play小饭 一个人去play部课 然后买东西 用我们学过的那些词 我们学过的山竹 榴莲芒果 菠萝都可以 好不好 现在avic 一.? 一..... 二 三 三 两 五 四 五 六 五 六